南加华人发起的抗癌接力大会将在6月22日和23日周末两天 在盟市的巴恩斯公园来举行 主办单位说这是一个以24小时接力方式募集捐款 邀请市民共同参与 美国癌症协会发起的抗癌接力大会即将登场 主办方表示活动就像接力赛一样 连续24小时各自主队募款的方式进行 大会并且以募集六位数的捐款为目标 美国癌症协会一年里面大概有四五千个 就是这个Relay for Life的运动 那在南加州我们这个团体是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我们结合所有华人主办这个活动 那因为为什么是这个活动 因为华人对癌症是所有统计里面最少最少的 最是最陌生的 那我们鼓励大家跟我们合起来 就是怀念纪念feedback 就是这个活动 然后希望我们这一次礼拜六的活动 能大家能共襄胜举 也是癌症病友的郑景佳医师 在活动会场上分享他的抗癌入程 他说除了正常饮食运动以外 要特别注意的是情绪上的管理 很多人都忽视了 其实过大的压力以及抑郁症状 是造成细胞病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压力数据很重要了 现在的话大家都可以测量你的血液的浓度 看看你的压力荷尔蒙叫做Colysol 如果这很高的话代表说你对免疫力会减低 那你对疾病的抵抗力也会减少很多 相反的如果说你这个压力速解得很好的话 你身体里面的快乐荷尔蒙就会很高 比如说今天来参加这个Relial Life的这个Volunteer 都出钱出力不计收获 这些人如果你测量他的血液里面的Dopamine 他一定很高 这个叫做Dopamine叫做多巴胺 那这样的话还有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 要避免pollution 你要不抽烟 一手烟二手烟 现在还有三手烟 那这一些都要特别注意 主编方表示预计会有一千人参加 活动方式是以十到十五人组成的一个队伍 以步行的方式轮流在大会的公园跑道上落场接力 同时当天还有露营过夜 团康游戏音乐舞蹈等 希望借由社会名流以及抗癌成功的人士大力宣传 也邀请居民共同参与 为抗癌贡献一份心力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